朋友们,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多年的网友 他跟我说 嗯,Apple Watch确实好用 嗯,要拍新的Apple Watch 7开箱了呢 他说,我等着看呢 哈哈哈哈 我的脚本框架已经写好了 但是我得化完妆才能开始拍 所以一会儿见 咚咚 Apple Watch第七代 开箱 现在开始吧 熟悉的配方 连盒子里面都这么好看 先来开Apple Watch 7 环保设计的拉扣 哇哦 连这个表的套都是这种 很有质感的磨砂的绿色 走 磨砂质感的墨绿色 但其实它的材质是铝合金属 配套的说明书 其实完全不需要用这个 官方的充电器 用四代以后都是通用的 官方配置里面的这个表带 同样是一根长的一根短的 短的是S和M嘛 然后长的这根就是M到L嘛 非常的人性化 这里 变魔术上手 哇哦 这个墨绿色搭配我有黑的皮肤 折折子 开始配对 为我自己设置 将Apple Watch放进框框内 以配对哦 从备份恢复 就可以把之前的数据都导进来 它已经识别到了 我之前那台第六代的Apple Watch 正在连接您的Apple Watch 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借着新的手表正在设置的时间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次的全新第七代Apple Watch 到底有哪些升级 先从外观开始说 首先是颜色 五个全新的颜色包括五叶色星光色 我手上戴的这个非常好看的绿色 还有全新的蓝色和红色 每一个颜色都是新的 第二个表盘的尺寸 全新的Apple Watch第七代的表盘呢 分别是41毫米和45毫米 那我手上戴的这一块是45毫米的 这个是第六代Apple Watch 它是40毫米和44毫米 我也选的是大的这款44毫米 对于我这种身高1米75 也比较大只的女生 我觉得我戴45毫米完全没有问题 表盘的可视面积 比上一代第六代增加了20% 对比第三代的Apple Watch 实际它使用面积增加了50% 同时它的边框也更窄了 现在的这个第七代Apple Watch的边框 只有1.7毫米 就是微乎其微的 然后距离比上一代Apple Watch 第六代的边框也是窄了40% 真的是大刀阔斧 外观的第三点就是更圆润的表盘 第六代你可以看到 它的边框就摸上去也是 它是有一个棱的 但是第七代的Apple Watch 就完全没有 光滑圆润 因为最新的Apple Watch 它的表盘更圆润 他们干脆就为它量身定做了 一个全新的表盘 叫做轮廓 让这个数字完美的 在这个圆润的表盘的周围 形成一串非常美好的数字 我一般拿到一个Apple Watch 会最经常用的两个表盘 一个就是自己的照片 没错就正字列 你没有设置自己的照片当过封面吗 我不信 设置过的扣一 关键是Apple Watch这一次的人像表盘 最厉害的是 它可以识别到你手机里的人像模式 拍摄下来的照片 因为它是经过计算以后 把你的人扣出来和你的背景分开 所以你会很突出 让你的人像遮住后面的时间 然后你的人像还可以通过推动这个小滑轮变大变小 就非常的扣炫 自练吗 好看吗 还可以更好看 当然我用的更多的一个表盘 就是这个多功能表盘 一般会放在上面的有时间 日期 天气 体能训练 我的运动记录 合环 这个合环还包括饼状图和树状图 就是方便我全方位的监督自己好好打卡 随着刚才给大家讲完这个外观的几点升级之后 正好我的这个表盒手机已经连上了 然后它可以设置你这个手表里面的字体的大小粗细 所以其实非常适合给父母选购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这个字过于小他们看不清 SOS的紧急联络设置也非常的关键 就要说一下这个摔倒功能的更新 其实是本次也是在发布会里面特别提示到的 之前的美的Apple Watch 它都是能够识别到你在市场生活中的这个摔倒 17代的Apple Watch 其实是升级了 不管你是在户外骑行 还是在做一些体能训练 或者是运动状态下 如果意外跌倒 然后你用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站起来 它就会自动的拨打你当地的这个紧急救助电话 所以也是一个保命的一个环节 希望大家永远不会用到这个功能 喜大普奔啊 必须说一下 北京的这个中国移动终于升级了 可以用蜂窝数据了 手表自己就可以打电话了 设置开通 现在要输入一下我的个人信息 A few moments later 认证成功 确认办理 这样呢 你的蜂窝数据的手表就可以给你的手机同步了 对 这里它也会提示你是不是要这个全天候显示屏 这也是第七代Apple Watch一个更新的功能 就是它在你手腕垂下去的时候 它的亮度也会比上一代第六代Apple Watch更亮一点 它正在同步咯 就趁它正在同步的过程里 我给大家讲一下其他的功能的升级 有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Apple Watch支持全键盘输入了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日常非常喜欢抬手腕去看微信的一个人 那如果你需要回呢 以前是支持手写 然后也支持你语音回复 但其实语音并不是一个很礼貌的方式在职场当中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它这个全键盘 然后特意跟大家确认了一下 就是Apple Watch上所有可以用到的App 全部都支持这个全键盘的功能 也就是说完美的同步了你手机里操作的 第五点 体能训练 我确实因为有了Apple Watch 鼓励我去解锁了很多 我以前可能不会去尝试的运动 比如说重浪 比如说普拉提 前面在设置的时候提到的这个防摔倒的功能 它也就是应用到了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体能训练的功能里面 以后不管是在玩这个 这个 还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的时候 救你的小命 七天运动竞赛 搞不搞 我决定给我身边的几个好朋友都发一次新的Apple Watch 去自拍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 比不厉害 第七个功能 每天都会用哦 找手机功能 哇 你看你在这里 哇 棒棒的 好啦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七个理由 帮你拔草Apple Watch 第七代 记得转发 点评点赞 没错 我超级爱抽奖的 关注我 没错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看吗 好不好看 好看 绿色的好看死了 去不去 好看 род 专人 情 的